透過電競賽 國中學子展現團隊合作 反應能力 策略規劃等多方面的技能 我們是地內國中 然後看到消息 然後過來報名 希望我們可以得第一 我覺得我們做足了充分的準備 我們每一到放學 我們放棄了我們打籃球的時間 我們直接跑回家 然後就一路打到半夜 然後隔天上課還差點遲到 我們真的很認真 電競真的需要努力練習 在光榮家商登場的電競賽 以傳說對決項目為主 邀請基隆子弟以退役的電競選手 如今是教練的賀明賢擔任裁判 對戰隊伍分別在電競教室 與電腦教室舉行 校方還開出了一間關正式 讓來自不同學校的孩子相互交流 我們這次是跟威剛科技 然後一起舉辦傳說對決的電競大賽 那選手要獲勝的話 就是把防禦塔 就是有運用不同各種各樣的戰術 以及搭配你的角色的選法 那戰術上的溝通來 就是用團隊合作 然後把對方的主堡推掉 來進取獲勝 對 然後就是可以半隊式比賽 也可以就是發掘基隆市更多的人才 希望孩子把展現他的天賦 所以光榮駕山非常榮幸 有這個機會 來為基隆地區的孩子 辦這樣一個活動 讓各個國中的孩子 來到光榮駕山的電競比賽 那透過這個比賽裡面 同學們學習了溝通合作 展現在競爭的裡面的一個策略跟方法 那為他們自己贏得一個比賽 所以我想這個活動的最重要的意義也在這邊 那也期待所有的國中同學 在未來裡面 他的天賦能夠得到一個很好的展現 電競比賽成績出爐 冠軍由正兵國中爆回 二三名分別是成功國中與定內國中 透過電競賽 學生們發揮才華 展現自我 花紅揮花 小園電競打散 戰 記者蔡小軍採訪報導